一家烤肉万家乡 29号就是中秋节 家家户户生活烤肉 传统市场买气超旺 一早额空了真的 你都平常买了 对 都卖光了 代壳牡丽一斤八十 老板说准备了八百斤还不够卖 今年买气比去年来得更旺 今年有连价 今年这样买气大概多了几成 四成有 猪肉坛业者说 今年中秋连价三天 烤肉需求量大 业绩比去年多了四成 生意好得不得了 但猪肉价格降不下来 像是三层肉一斤一百八 香肠也涨了三十块 根据肉品市场价 中元节最高飙到 每公斤一百零五元 现在降到八十八块 降价一成 但零售端受到烤肉需求影响 还没降 会不会买比较少 应该会 另外批发业者买气也很旺 像是一只六九九的波士顿龙虾 一盒九十九元的冷冻草虾 民众疯狂抢 业者忙着补货 低价促销 一辆置价 民众吃得开心 最重要 节中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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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